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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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出場的是阿亮 她對天文很有興趣 最喜歡就是研究天上面的星星 跟著就是Gigi Gigi, 阿亮的同學 他好奇心很大 最喜歡就是每件事都聞到嘴巴 當然還有我, Dennis哥哥 我對天文學有很深厚的研究 經常帶阿亮和Gigi去看星星 Gigi, 今晚的天很清晰 可以看到很多星星 牠們還生不成群鬼在天空上面 很漂亮 天上星, 亮晶晶 千荒萬火數不清 其實天空上面究竟有多少顆星星? 我只知道有很多 但究竟有多少就不清楚了 那牠們又離我們又多遠? 就是很遠很遠 那些星星總是閃閃閃的 為甚麼會這樣? 還有, 他們又… 可以… 似乎你對星星很有興趣 不如我們一起去找Dennis哥哥 找他跟我們解釋一下 好 Dennis哥哥 你好 為甚麼這麼好來探望我? 我們有些關於天文學的問題 想請教你 那你有甚麼想問? 天上有這麼多星星 我們想知道有多少顆 宇宙真的很好看 而天體的數目真的很難掃清 一般來說, 亮晶晶的星星 其實就是我們肉眼可以看到的星星 大概有六千多顆左右 但是晚上觀察的時候 看到的天空就是整個天空的一半 所以我們只看到三千多顆星星 而另外那三千多顆 由於還在地平面以下 還沒轉上來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 我們現在可以借助各種的望遠鏡 去觀察宇宙 透過這些望遠鏡 我們目前看到的星星 更加多達幾千億貨 在天空上的星星 除了幾顆可見的行星 例如火星和金星之外 大多數的星星 其實都像太陽一樣 是會自己發光的行星 你們知道行星和行星有甚麼不同嗎 好像太陽系裡的行星 它們本身不會發光 是靠反射太陽光才會光亮 它們是天空的行者 相對於其他行星的位置 每時每刻都會不同 而行星就好像永恆不動一樣 為甚麼太陽就這麼大 而其他星星看上去就這麼小 因為除了太陽這個行星之外 其他的行星其實都離我們很遠 所以為甚麼看上去小小顆 例如好像積女星 別看它好像螢火蟲 只有一點點的亮光 其實它的直徑是等於太陽的三倍 而且它的亮度更加等於太陽的五百倍 而另一個例子就是深獸四的星 看它就好像一伙紅色的小鑽石 其實它的直徑是比太陽大七百倍 是否很厲害呢 既然星星離我們這麼遠 那我們怎麼去表達它們的距離 其實由於行星距離我們實在太遠 所以天文學家就會用光連去表達它們的距離 一光連其實就是代表光在一連所行走的距離 究竟一光連有多遠 光在宇宙中走得最快 一秒就走差不多三十萬公里 換句話說 一連即走九萬五千億公里 那三十萬公里有多少 我知道 三十萬公里就等於環繞地球七周半的距離 所以一光連真的很遠 沒錯 說了那麼久 不如我們出去看星星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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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顆啊 阿亮、Zizi 我問你們一個問題 不過你們要看清楚才能回答我 但問題怎麼不是要想清楚 而是要看清楚這麼奇怪 究竟Dennis哥哥的問題是甚麼 我們經常看星星 究竟星星是甚麼形顏色 星星就是銀白色的 等等 你們真的要看清楚一點 原來天空上的星星 除了有銀白色之外 還有紅色、橙色、黃色、藍色等等 可以說得上是五光十色 很好看的 看真的 原來星星真的有很多種不同的顏色 不過, 單胎為何會這樣呢 因為星星就像太陽一樣 他們是一個個燃燒的大火球 表面溫度幾千度以上 最高可以高到萬幾度 內部的溫度就更加高了 由於不同星星的表面 溫度都不一樣 所以不同溫度 是會發出不同顏色的光的 即是說 星星的顏色 是代表它的表面溫度 表面溫度 在攝氏三千多度的星星 都會呈現紅色 攝氏五千度左右的星星是橙色 如果溫度高到攝氏一萬度 就會發出白光 兩萬度以上就會發出藍白色的光 我發現這些星星除了有不同顏色 還有一些光一點, 有一些暗一點 你的觀察力也很好 天上星星發出的光 在地球上看起來 強弱並不是一樣的 有些星星非常明亮 在夜空之中好像一火閃閃發光的寶石 而有些星星很暗淡無光 在夜空上就像一個小針頭一樣 我們怎樣去比較他們的光度呢? 為了比較星星的亮度 二千多年前的希臘天文學家 就用肉眼去觀察星星 根據亮度順序分為 一等星、二等星和三等星分下去 那邊最光的那顆是一等星 旁邊的是二等星 另一邊最遠的那顆就是三等星 是否說一等星比二等星光亮些 二等星又比三等星光亮些 正確了, 每一個星等的星都會比它低級的星量量大概2.5倍度 即是說一等星的亮度 就會比六等星的亮度量100倍 那六等星不就很暗 視力好的人最多只是看到六等星 至於七等星或者八等星就基本上看不到 在市區裡, 由於空氣污染和燈光的影響 視力好的人都不能夠看到六等星 甚至連五等星都看不清 望上去的天的星星就會覺得很稀疏 所以當在城市的人來到這個遠離高樓大廈的田園 看星星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說 原來天上很多星星 是很明顯的 Gigi, 你覺得嗎 那些星星閃閃閃閃的 好像在跟我眨眼 對呀 那些星星為何會閃閃的 那你們有沒有試過燒東西吃 當我們隔著火看前面的景物 是否覺得眼前的東西 都好像會動來動去一樣呢 那是因為火周圍的熱空氣和其他地方的冷空氣 上升和下降 令到光線受到干擾而造成的 情形又好像水溪裡面的石仔一樣 我們看到石仔在這裡搖來搖去 事實上是水在這裡流動的關係而已 那些星星會閃 是因為星星的光 在到達地面前要穿過大氣層的關係 地球的大氣層 無論密度、溫度、甚至風向等等 都是千差萬筆 動蕩不停 因而會令到星星的光 產生很多次不同程度的折射 隱隱然然 當這些忽隱忽然的星光 到達我們的眼睛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星星好像在這裡眨眼 又說那些星星是行星不會動 但是為何看著天內地 那些星星好像動了 這是行星的一個整體運動 而東星西落就是地球本身自轉的關係 你們應該對天上的物體 東星西落這個現象不會陌生 由於地球會由西向東逆時針旋轉 相對地天上的物體 包括太陽、月亮和星星 就會從東升起、西方落下 所謂地轉天旋 就是用來形容由於地球自轉而產生的現象 天空上的火不是很光 但是很重要的星星 是哪一火呢? 就是北極星 因為當你找到北極星的時候 面對北極星的方向就是北方 不說你們可能不知道 北極星的位置基本上是不會變化的 最低限度你是看不出來 如果你每隔幾個小時望上天一次 你就會發覺天空的星星會從東向西移了位 而北極星就沒有動過了 滿天的星星都是圍繞著北極星旋轉 大約每天旋轉一周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些就是由於地球自轉而造成的 天空上那麼多星星 看起來又差不多 怎麼才能分清楚不同的星星呢? 星星雖然不停地運動 但是由於離我們實在太遠太遠了 所以看起來就好像沒有動過 而以前的人 由於看到星星很準時地出現 所以就會搞一些比較光亮的星星 配合神話裡的人物或者動物 去為他們命名 在古代的阿拉伯地方 有一群牧羊人 每天牧羊回來之後 無事可做 只好望著天欣賞美麗的星星 他們用想像力 將明亮的星星連在一起 按照形狀編出很多名字 這些就是星座的起源 後來這些星座流傳到希臘 感情豐富的希臘人 和星座加了很多神話故事 這個時候的星座總共有48個 在中國和埃及 都產生了很多不同的星座 到了近代 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星座 最後由國際天文學聯合會 定出了88個星座 在這88星座之中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60個 在春、夏、秋、冬 四個季節輪流出現 你看到這顆很光的 藍白色的星就是職女星 而和職女星搖搖相對的 就是牛郎星 在它下面的就是天津四星 這三顆星連在一起 就形成一個三角形 就是著名的夏季大三角 這三顆星都是屬於不同的星座 包括有輕輕痰磨的天琴座 展翅奧牆的天鷹座 和引頸南飛的天鷹座 怎麼看? 我只是覺得滿天星斗 你不要說我 我連雞都看不到 都說你沒有想像力 我和不同 不單看得到 還發現了一個好像蠍子的星座 是不是叫做天蠍座 還有這個好像是人馬座 還有這個 是蛇膚座 是蛇膚座 那就是有什麼 什麼我們的街頭 是蛇膚座 這就是人馬座 那就是有什麼 對照王 但是現在可是蛇膚座 有聲音樂 是 這不是 哪些粒 那些小東西 是白雖